女人被网上认识的男友骗财骗色 她却不敢报警 女人想找到男友删掉裸照 不料照片落到另一网友手中 女人多次被网友拿裸照要挟 这个网友究竟是谁 她和女人的男友是一伙的吗 网上交友连被骗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2019年的一个早晨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一脸怒气 砰砰砰用力砸向一户房门 一边砸一边大声喊道 蒋超 你是不是故意躲着我 片刻后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中等个头五十多岁的男人 女人不自禁挑起眉 有些疑惑地问 你是谁啊 蒋超呢 男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问道 你是谁啊 蒋超谁啊 你大早上砸我家门干什么 女人一愣 立马后退一步 看看门牌号 又看看四周环境 还点几脚向屋里张望了几次 女人确认这是她要找的地方没错 压了口口水问道 这不是蒋超家吗 男人不加思索地回答 我这是日租房 我是帮主 你说的是哪个租客吧 听到男人的回复 女人只感觉头晕目眩 喃喃自语 完了 这下全完了 那么这女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和她口中的蒋超 又是什么关系呢 这我们就要从这个女人 三个月前的一次 网上相亲开始说起 敲门的女子叫刘璐 今年三十六岁了 一直未婚 这个年龄还没结婚 确实也是一件头疼的事 要说刘璐要身材有身材 要长相有长相 工作收入也不错 怎么就把自己拖到了 三十六岁还没嫁呢 其主要与刘璐的择偶标准有关 刘璐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身边还真是不乏追求者 但刘璐就是因为 自身条件都不错 总觉得自己就应该找个 外形 学历 家世 都特别好的男人 对那些主动追求自己的人 没一个瞧得上眼的 对自己的另一半 有高标准要求 这本无可厚非 偏偏流露这人 有些自负狂妄 牙尖嘴利 对瞧不上眼的人 总是少不了一顿挖苦 所以这上来碰钉子的人 也就越来越少了 后来年岁大了些 也就只有一些热情的同事 给他介绍过相亲对象 刘璐看过一些 却依旧是端着架子 总能挑出人家身上 这样那样的毛病 而且在物质上 还给人家提出了硬性要求 必须有名车 百平米以上房产 房子还要在婚后 添上他的名字 渐渐地周围人 也就不再给他介绍对象了 闺蜜劝他 能符合你各方面要求的男人 恐怕根本不存在了 你还是现实点 找个差不多的就得了 刘璐一听可不乐意了 说谁说我没放地要求了 我知道我这个年龄 想再找个没结过婚的小伙子 是有点困难 所以我现在都可以 接受离异的了 只要不带孩子就行了 我一个黄花大姑娘家的 我还不能要求的 个人条件好点吗 再说了 怎么这样的人就不存在了 你看 就连那手机经常蹦出的广告 就是那些个 真款软件上随便一点 那都是年薪百万的大老板 我看长得还都不错呢 闺蜜笑得这想法太单纯 说你当时上网找工作呢 这生活中都碰不到的人 网上随便一找就能让你找到 这番交谈让刘璐开了窍 自己没遇到真命天子 就是因为社交圈太宅 为什么他不能在网上找一个男朋友呢 想到这儿 他点开了一个婚恋交友网站 注册了自己的身份信息 简单几步 刘璐的信息很快审核通过了 不到一个小时 他就收到了十几条的打招呼消息 刘璐筛选了一下 其中只有一个叫蒋超的人 他挺满意的 蒋超的自我介绍里写到 他今年也是36岁 离异 没有子女 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 想寻找一位善良懂事 性格独立的女子 并且还特别标注 不介意女子的年龄大小 刘璐仔细端详着这个人的照片 这个男人大概能有一米八 浓眉大眼 是个裹子脸 看着特别舒服 让人有安全感 他又观察到 这个蒋超有一张坐在车里的自拍 车标是个知名豪车 还有一张房子里的自拍 可以看出 那房子装修讲究 空间宽敞 肯定是个挺大的房子 刘璐迅速通过了 蒋超的交友请求 两个人在网上很快 就热络地聊了起来 蒋超十分健谈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 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从早到晚 刘璐基本就抱着手机 没离开过 很快 蒋超对刘璐说 想和他建议 刘璐也觉得 是时候考察一下 本人与网络是不是相符了 于是呢 两个人相约在一家高档餐厅 见了面 吃饭时 蒋超彬彬有礼 侃侃而谈 和刘璐讲到了自己的创业史 蒋超说 自己当年是一个 穷苦家庭出来的孩子 很早就跟着人家跑活 偷着学人家是怎么谈生意 接洽资源的 后来老板赏识他勤奋机灵 主动教他做生意 他这才一点一点的奋斗出 今天的成绩 这一番励志创业史 听得流频频点头加赞许 随后 蒋超和服务员一招手 服务员立刻捧出了 一束巨大的鲜花 递给了他 蒋超手捧鲜花 眼含深情 向刘璐表白道 说通过这段时间的了解 他已经确定 刘璐就是他一直想要找的女人 他甚至把两人今后的生活 都构想好了 希望刘璐能正式做他的女朋友 刘璐本来见着蒋超本人后 就对他的长相谈吐 十分满意 觉得和自己想象中的样子 是相差无几 再加上蒋超这一顿热烈的表白 刘璐现在只觉得 是被幸福感环绕 心中喜不自禁 这顿饭吃的是非常愉快 两个人的关系呢 也更是确定的快 两个人谈了以后不久 蒋超邀请刘璐来家里吃饭 一进门 刘璐就打量起这房子 上下两层 至少有两百多平米 装修简约 但很有质感 刘璐挺满意的 当天晚上 蒋超在家里准备了 烛光晚餐 亲自烹饪的牛排 红虾 当然呢 也少不了红酒 一晚上的柔情蜜意 让刘璐心里是小鹿乱状 晚餐后 刘璐要走 蒋超执意挽留 想让刘璐今晚在此过夜 刘璐推死几次 可耐不住男友的软磨硬泡 刘璐借着几分醉意问蒋超 想我留下也可以 那我问你 我要是和你结婚 你这房子能在婚后 加我的名字吗 蒋超立即牵了他一口 笑着说 当然没问题 全写你名都没问题啊 刘璐一听 十分高兴 当天晚上他就睡在了 蒋超的家里 第二天一早 蒋超还在睡觉 刘璐醒来到洗手间洗漱 一切是那么美好 就在刘璐认为 蒋超就是他要找的 白马王子的时候 一件东西映入了他的眼帘 突然 一套粉红色的牙缸牙刷 出现在了他的视线内 这抹粉红色 在这轻衣色 都是灰色系的男人浴室里 是显得格外刺眼呢 刘璐不禁眉头一皱 他拿起牙缸 仔细端下 缸子里牙膏留下的 白色痕迹已经干涸 上面落了一层灰 都凝固在这牙缸上了 应该是很久没人用过了 即便这样 刘璐还是面色难看的 皱着眉从洗手间走出来 叫醒男友 问道 蒋超 你这家里 怎么有套粉色牙具呢 你不会说这是你的吧 蒋超他也一看 愣了几秒钟 才答话道 那应该是我妻子的 什么 妻子 你不是都离婚了吗 刘璐的声音是 瞬间提高八度 盛怒之下 牙杆被摔得叙碎 蒋超赶紧上前 说 亲爱的 你别生气 我没有骗你 我是马上就要离婚 我现在正和他办离婚呢 我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了 说着还跑回卧室 拿出了一张纸 递给刘璐看 刘璐不情愿地借过那张纸 打开一看 是一张 是一张蒋超向法院起诉的离婚起诉状 蒋超解释说 我离婚只是时间的事 我已经跟我妻子分居很久了 可能是有些东西 我没注意就没扔掉 刘璐现在已经顾不得关心 这东西是谁的了 蒋超还没离婚的消息 简直已经让他气炸了 你说自己千挑万学 怎么最后挑了一个没离婚的人 这要是传出去 他还有脸见人吗 刘璐本想和蒋超提分手 但一想到 昨晚两人已经在一起过夜了 正是毁得直夺奖 他盘算了半天 只要蒋超这官司早点打完 那自己也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好 于是他给蒋超下了最后通牒 让他一个月内走完离婚程序 否则就和他分手 这时蒋超叹了口气 说道 我也想快点啊 这场诉讼都拖了我好久了 我这些年奋斗的公司股权 名下的资产太多了 很多都是很难厘清的 需要请个律师 才能快速推进进展 可是 蒋超是欲言又止 可是什么 刘璐莽问 蒋超摆摆手接着说 那个女人实在太狠 我名下的所有财产 都被她向法院提出申请 暂时让法院给冻结了 弄得我现在连请个律师的钱 都拿不出来了 你说 我这么个大老板 我也不好意思开口 和人借钱去办离婚吧 刘璐莽问 请律师多少钱呢 蒋超说 我之前联系了一个律师 他要三万元的律师费 刘璐觉得三万元并不多 就直接说 三万元我借你 你赶紧把你这破事办利索了吧 接着就拿起手机 给蒋超转了三万元钱 之后呢 就生气地离开了 心仪男子突然消失 女人登门去找 却发现男子是骗子 不但被骗了感情 骗了色 还被骗了钱 女人与刚结时的网友诉苦 网友打抱不平 决定帮他出气 今天咱俩认识绝对是缘分 这件事 我一定帮你讨回动作 女人与网友见面商量计策 为何网友拿走女人的手机 消失了 网上交友连被骗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一连几天 刘璐都因为蒋超隐瞒自己 没离婚这件事是心中不快 所以赌气没有主动找蒋超 而蒋超呢 竟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也没有联系他 这样一来 刘璐就更加生气了 又耗了一周 刘璐实在耗不下去了 他给蒋超发微信 可十几条微信过去了 蒋超竟然一个都没回他 刘璐气得打电话 准备大骂他一顿 可没想到的是 蒋超的电话 竟然关机了 刘璐有些纳闷 蒋超每天那么多生意 他怎么会把电话关机呢 刘璐不甘心地打了两天 却一直都是关机 刘璐有些坐不住了 脑中各种可怕的猜测 想蒋超不会是遇到什么不错了吧 刘璐一晚上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一早 他跑到蒋超家敲门 然而开门的并不是蒋超 他才知道 这个房子竟是蒋超租来的 刘璐彻底傻了眼 刘璐联想到自己借完钱 蒋超就失踪的事 他一下子明白了 他这些天的千般猜测群 没想过 自己可能是遇到了骗子 不但被骗了感情 骗了色 还被骗了钱 刘璐是颓废地倒在路边 恨不得一头撞死 这事能怎么办 刘璐要面子 吃了亏还得打碎牙 往肚子里咽 一连几天 刘璐是情绪低落 精神恍惚 于是干脆和公司 请了年假回家休息 为了排解烦恼 刘璐整天把自己 埋在手机里 一天 他实在百无聊赖 点开了手机聊天软件的 搜索附近的人功能 很快就有人和他打招呼 并发出了好友请求 刘璐心不在焉地点了通过 对方主动介绍自己叫郭凯 问刘璐 这大白天的不用上班吗 刘璐回答他说 自己正在休年假 郭凯好奇地问道 这也不是个旅游的好季节呀 怎么这个时候休年假呢 刘璐说 因为自己心情不好 郭凯又问他 为什么事心情不好 就这样 两人是一问一答 刘璐就把自己最近 这一系列的遭遇 讲给了郭凯听 要说平时 刘璐是断不会和一个陌生人 说这些有的没的 实在是自己最近都快憋疯了 想着这反正也是一个陌生人 说了也无妨 还便说 他这一说完 心里顿时减压不少 郭凯问他 你怎么不报警啊 刘璐没回答 反倒突然问了他 一个奇怪的问题 刘璐问道 你说你们男人 要是有女人的裸照 会不会把她放到网上 或是给别人看呢 这个问题 立即引起了郭凯的兴趣 他忙追问 是对方有你的裸照 所以你不敢报警吗 刘璐默认了 原来 刘璐一直不报警的原因 除了觉得自己这么大的人 被骗丢脸 更主要的原因就是 那天晚上 他和蒋超亲热时 蒋超曾偷偷拍了一张 他的裸照 被他发现后 蒋超还发了一张给他 刘璐当时就让他赶快删掉 蒋超是当着他的面 按了删除键 可刘璐后来仔细回想 现在这手机删除图片 是随时可以从最近删除里复原的呀 自己一时大意没有看着他彻底删除 现在知道蒋超是个骗子了 刘璐最担心的 就是这张裸照 会被蒋超散布出去 郭凯又说 现在报警也好 起诉也罢 都要讲证据 你有没有那个男人 骗财骗色的证据啊 刘璐吐露说 自己手机里保留着那张裸照呢 而且他还有转账记录 就在这时 郭凯说了一句话 让刘璐瞬间愣在原地 郭凯说 你说的那个男人 不会是叫蒋超吧 郭凯怎么会认识蒋超 刘璐大吃一惊 郭凯也不敢相信地说 这世界只有这么小吗 我有个哥们认识这个蒋超 他曾经就和我说过 他这朋友特会玩弄女人 用的方法 就跟你今天和我讲的一模一样 所以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他 当得到刘璐的默认 郭凯一增填膺地说 我虽然和这人不熟 但也有办法能找到他 今天咱俩认识绝对是缘分 这件事我一定帮你讨回公道 郭凯肯帮他 刘璐非常感动 于是他跟郭凯约在一家咖啡店 见了面 两人一起商量 如何才能把蒋超约出来 刘璐心想 见到蒋超后 一定要彻底删除他的那张罗照 期间 郭凯当着刘璐的面 给自己认识蒋超的那个朋友 打电话 要来了蒋超的联系方式 一边说一边是以刘璐把手机递给他 自己要记录一下 刘璐解锁手机递给郭凯 郭凯电话打完后 说蒋超现在的手机号已经要来了 现在就计划一下 看什么由头把他约出来 说着呢 让刘璐把手机里的证据给他看一下 之后刘璐去了趟洗手间 可等他回来时他却傻了眼 郭凯消失得无影无踪 和他一起不见的 还有自己刚刚递给他的手机 刘璐傻在原地 仔细回想着一幕幕 他这才反应过来 郭凯和蒋超准是一伙的 自己这是又上当了 郭凯既然认识蒋超 肯定是提前找过蒋超 收了什么好处 和蒋超合起伙来骗走他手机 这样就可以销毁他手机里的证据了 刘璐不甘心 重新买了部手机 补办了电话卡 通过微信找郭凯讨要说法 郭凯承认 确实是他拿走了手机 还说 蒋超让我把你手机拿走 不过你要拿回去也可以 的给我点好处费 一看郭凯一副两面派的小人嘴脸 刘璐真是恨不得狠狠地唾他一口 但想到旧手机里的那张裸照 和自己留存的聊天记录 刘璐一咬牙问他 你想要多少好处 对方答道 你给我先转500元 我就给你寄回去 刘璐想来想去 最后还是给对方转了500元 然而郭凯并没有遵守承诺 之后的20多天里 他每天都以照片相要挟 逼迫刘璐通过微信 支付宝等方式向其转账 少则几十到几百元 多则上千元不等 开始钱不多 刘璐就都给他转了 但当前前后后转账了近万元后 刘璐终于坐不住了 他觉得这简直就是个无底洞啊 于是他终于选择了报警 女人网上交友不慎 先被骗财骗色 后又遭人勒索 连同刘璐在内 已有六名被害人上当受骗 女人报警将两个骗子抓获 揭开二人真实的身份 他想就此拿走手机 以此敲诈钱财 他本以为两个骗子是同伙 却不料二人素不相识 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制裁 网上交友连被骗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根据刘璐提供的线索 公安机关分别将蒋超 郭凯二人抓获归案 经查 蒋超根本不是什么建筑公司的老板 而是具有多次诈骗前科的感情骗子 三年间连同刘璐在内 已有六名被害人上当受骗 根据蒋超交代的 房子是他化名租的 车也是租的 就连那个粉红色牙具 都是他故意安排放置的 一切都是他的惯用伎俩 就是用来引诱被害人上钩 蒋超的手机里并没有刘璐的裸照 也没有继续要挟刘璐的想法 那么郭凯和蒋 他为什么要拿走刘璐的手机 还一裸照要挟他呢 出乎刘璐的意料 原来郭凯与蒋超并不是一伙的 这个热心网友郭凯 同样也是一名诈骗惯犯 在听完刘璐的遭遇后 郭凯发现有利可图 通过刘璐之前晒过的朋友圈 郭凯得知 刘璐口中的那个男人呢 叫蒋超 于是便虚构认识蒋超 以帮刘璐出头为名 约其见面 实则是听说了刘璐手机里 有他的裸照 他想就此拿走手机 以此敲诈钱财 刘璐是接连遇到了两个 都以钱为目的的骗子 最终人民法院审理后查明 蒋超诈骗六名女子财物 涉案金额130余万元 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而对于郭凯 检察院以敲诈勒索罪 对其提起公诉 刘璐认为 郭凯明明是先偷走手机 再敲诈勒索 难道不应该以盗窃罪 与敲诈勒索罪 恕罪并罚吗 这就涉及到 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法律点 牵连犯 牵连犯是指 出于一个犯罪目的 实施了数个犯罪行为 数个行为之间存在 手段与目的 或者原因与结果的牵连关系 分别触犯了 数个罪名的犯罪状态 那么我们分析一下本案 郭凯是在知道 流露手机里 有裸罩后产生了犯译 并在与流露交谈时 亏是手机解锁密码 以其以手机内容为要挟 敲诈勒索 更大数我的财物 它的目的是敲诈勒索财物 而盗取手机的行为 是手段 正好符合了 牵连犯的形态 司法实践中 除我国刑法 也有规定外 牵连犯一般是 从一重罪处罚 而不是受罪并罚 经鉴定 流露的手机 价值为2000元 而郭凯的 敲诈勒索犯罪 所得为9000余元 本案中 郭凯的行为 认定敲诈勒索罪 处罚较重 最后 法院认定被告人 郭凯构成敲诈勒索罪 且查明 郭凯曾因违法犯罪 受过行政刑事处罚 酌情对其从众处罚 据此 判决郭凯犯敲诈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刑 11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两名罪犯 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我们回看本案 刘露接连在网上遭遇骗子 确实是可怜 但骗子固然可恶 可刘露之所以被骗 也是有其自身原因 有人说刘露是基于把自己嫁出去 所以才掉入了骗子的陷阱 可我们知道 年龄并不能限制爱情的到来 刘露错就错在 没有摆成自己的位置 在刘露时 首先给别人展现的是一副贪婪的姿态 只期待别人的追求和付出 活在自己的完美主义假想中 所以才不断措施良缘 而当又满足他条件的人出现 他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不去甄别 盲目随从 这才给了骗子可撑之计 而在他第一次被骗之后 他没有果断选择报警 又一次轻信别人 还不注意在网上保护好 自己的个人隐私信息 才再次落入陷阱 现在的骗子花样百出 要么是利用人们的贪婪 要么是利用人们的善良 在隔着屏幕的互联网世界 时刻保持警惕 才是最好的方骗攻略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小跟踪后竟发现女友约会老男人 他跟女友摊牌才发现 女友约会的老男人 竟是女友失散多年的父亲 离家多年的父亲 为了补偿女儿 承诺送给二人一套婚房 却为何让女儿触犯了刑罚 高额嫁妆害了她 下期播出